今年算得上是全国旅居的第三年 基本上是走过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旅居城市 山东 广东 广西 云南 海南 基本上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如果大家有打算全国旅居 或者正在寻找一个适合躺平生活的地方 那么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总有一些小伙伴问我 走过这么多的城市 你觉得你最喜欢哪里 没错 还是广西的北海 我觉得北海也算得上是一个较为完美的旅居之地 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 这期视频我也会跟大家说一说这里的真实情况 视频的开头讲讲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里 之前的视频也跟大家讲过 我很喜欢待在一个环境绝美安静的地方 但是又不想离开现代都市的配套环境 反观现在很多的旅居城市 都没有办法做到鱼和熊掌都可兼得的状况 不是环境好没配套 就是有配套没环境 再有就是两者都有 但是价格贵到飞起 再看北海 这里的配套 机场 高铁 火车站 交通便利的很 城区内呢 一个小电动也完全搞定 或者开车 根本不用担心停车位的问题 这个呢 是我视频下的一个观众的真实留言 没错 这里的房价低的离谱 同样 物价也是低的可怜 昨天我去码头的市场买海鲜 海产品可以说是白菜价 皮皮虾20元一斤 海鱼几块钱一斤的随处可见 广西还是水果之乡 西瓜七八块一个 握干几块钱一斤 蔬菜一两块钱随便挑 其实今年的北海物价还是有所上涨的 前些年更便宜 这样的物价是谁能够不喜欢呢 这里为啥这么便宜 很多人都好奇 这里价格低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北海的气温 没错 这里的冬天还是会冷的 大概会冷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本身北海就算得上是一个旅游康养的城市 但是这里的冬天气温并不算舒服 冷的感觉就是那种 冰冷超湿 而且到了二三月份 还会有回南天 屋里呢就如同水帘洞一般 南方的朋友肯定懂 所以这次我在北海过冬租房的时候 我的硬性要求就是 必须每个房间要有空调 如果没有空调 那真的是活遭罪 其实开空调还好了 这个也算得上是我给大家租房过冬 一个小小的建议和意见 再有就是租房的问题 这里根本不用着急 不是你找房子 而是房子在乖乖的等着被你找 在这里只要你不是住超大平层 四五百平的那种 或者独栋别墅 租金都在千元以下 五六百块钱的房子比比皆是 其实第一次出到北海 我其实不喜欢这个城市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入住的时候 选择住在了老城区 就是海城区 第二次来呢 我就选择住在了沿海区 就是银滩这边 这边的城市环境要更好一些 就发现越住越喜欢 有点无法自拔了的那种感觉 所以大家如果想来北海旅居躺平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住在沿海这边 环境更好 配套更全 两个大型商场呢 也都在这边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 可以选择来北海短住一段时间 毕竟这里短住真的很便宜 至于买房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考虑了 虽说租房便宜 但是北海的房价 动辄也需要二三十万起步 反观呢 我就觉得租房反而更加划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